兩位都表演很好啦 那媽媽今天又來看妳很開心啊 對 那假設 假設 哪一天妳 舞台上三個黃牌妳離開會難過嗎 會啊 那怎麼辦 妳現在有兩張黃牌了 如果再拿一張的話 那 我如果下次再來的話 那我再唱 放一點就好了 對 可是妳拿三張黃牌 就不會有下一次 那個橘子媽媽就說 四個月後還可以再來 橘子就是紫芸啦 橘子媽媽就是紫芸的媽媽 是啊 是啊 我們小朋友當然希望她回來啦 對 尤其她來講是年紀最輕的 可是她聲音是最嘹亮的 對啊 效能是最大方的 我覺得時間對她來講不是問題啦 是 這四個月好好練歌 如果假設有一天妳拿到三張黃牌 對啊 我們可以在咖啡 阿公咖啡店繼續唱歌 一邊練習然後一邊吸引客人 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她 好棒 她心裡非常健全做好準備 對 不像紫芸妳問她的時候 我不要離開 我就是不要離開 你不要離開 可是我覺得大概 總有一天還是會離開 總有一天會離開喔 喔 妳也做好準備 那我了解 我們今天評審如何講評 方山亮老師請 紫芸 你比上個禮拜進步更多欸 上個禮拜說 有的不要那麼大聲 不要那麼小聲 你今天唱的 唱的部分真的進步很多 就感覺彈性更好一些 然後當你有一些沒有用喊的這樣唱的時候 那個聽起來你的聲音就會更好聽 今天真的很難評 因為恩蒂也很棒 然後你的小蝴蝶的那個整個裝扮 我覺得哇很完整 頭上那隻是什麼 兩隻小蝴蝶 頭上是兩隻小蝴蝶 所以今天有三隻小蝴蝶 對 對不對 然後我就 我覺得你今天也唱的聲音非常嘹亮 你今天聲音 哇你年紀最小 可是你的聲音最亮 那我就覺得 哇還有你的笑容 我覺得你最棒的就是 從頭到尾你的笑容都 讓人家覺得很開心 所以對我來講 我很難打分數 因為我給兩位都很高分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對今天看起來兩個都很棒 這也是為難的地方 對 來秀蘭瑪雅老師請 先來說芷芸 我覺得你 你的表演天生就很有喜感 就是讓我們看你跳舞 看你唱歌的 這一些我們大家都會覺得很開心 看你每一個眼神 每一個動作 尤其是你剛開場舞的時候 那個眼神都還有殺氣喔 那還有一點就是 阿姨要教你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有一點點滑音跟那個柔軟的技巧 那有一點那種軟軟的推一下 有一點QQ的感覺 回去再學一下這種 學習能力很好 應該可以學得到 來練一次 來練一次 不如是愛慢慢而轉 好 多練幾次就可以了 給給給給給 恩弟 你唱這個歌 然後再搭配你的舞蹈啊 那我覺得有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就回到我阿姨小時候看錄影帶 你可能不知道 就看那個卡拉OK啊 你知道卡拉OK嗎 還是不知道 知道耶 知道喔 就是卡拉OK上面不是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不是有小朋友在上面唱歌嗎 對 你就很像是那個小朋友在唱歌的那種感覺 就是唱歌給大家聽的那種感覺 那我想起了我的小時候 我覺得你唱得很好 就是你的那個音準也很精準 就是音唱歌沒有跑掉音 很精準 然後你的高音也很亮 很好聽 只是我有一件事要跟阿公說一下 在幫你選歌曲的時候要注意 小朋友在唱這個幾迷三當 數量沒心破一坑 好像 就是覺得這種苦情的 可能小朋友是唱不出來的 可能就是要幫她選一些 像我們的子芸妹妹這樣子的一些 可能比較快樂的歌 或者是親情的歌 這樣會讓她的表現會更亮眼 今天表現得很好喔 謝謝 那我們來看看分數 徐子玲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總是帶給我們很多歡樂的子芸 今天的表現分數來到868788 89 小數點一支跑90 恭喜得到90.2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看 鍾恩蒂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跟阿公感情非常好的恩蒂 今天的表現8788 89 90 恭喜得到90.4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